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事台湾学堂台湾现法学节目 那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很高兴邀请到许庆雄徐教授 徐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李渊苗教授大家好 徐教授是我们民事台湾学堂的副校长 那同时也是我们台湾现法学会的理事长 那在现法学以及国际法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那在前几周徐教授有帮我们介绍 跟社会权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理念学说等等 那今天想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就是 有关社会权那么在探讨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 跟国家的财政负担会有相关 那不论是在制度面的设计 那或者是在执行等等 那么都需要庞大的国家的编列预算 那我们了解呢就是在许多开发中国 那个还在开发中国家 那他光是在维持一般的这个基础建设 那已经监惠都相当拮据 那么很难建构一个 比如像我们台湾的健保 或者等等等相关的这些安养社会照顾 那另外在台湾的这个大法官过去 也曾在485号解释提到社会政策的立法 那必须考量到国家的一个财政状况 那资源有效的利用等等 那所以就是社会权那么是不是会随着国家 那么或者是社会的一个环境变化 而有不同的内容 那就这一点可不可以请徐老师 来帮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我们上一次提到社会权整个体制的健全运作 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那今天我们要说明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阶段性发展的一个相关的理论 阶段性的本质 社会权必须要有阶段一段一段的来提升 是符合有效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不可以打高空 不可以欺骗民众 到时候却不能落实 前一阵子 台湾各政党或候选人 常常为了欺骗选票 就提出不实在的一些政策 反空污或反发电厂种种 要建设什么机场高速公路铁道种种 但是整个国家的财政能不能承担 如何承担都没有提出有效的说明跟可能性 所以社会权社会福利政策也是一样 由国家财政必须要积极介入运作 才能达到保障的效果 所以国家应该保障到什么程度 财政能不能负担 社会经济环境怎么样 景气税收的状况如何 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权阶段性的发展 到底要发展到哪一个阶段 内容如何 例如开发中国家跟先进开发国家 它的财政就有很大的差异 税收种种都不同 虽然同时保障社会权中的各种各样的权利 事实上开发中国家以有限的财政能力 还是可以保障社会权 但是保障的内容内涵却完全不相同 所以社会权是随着国家社会相关的条件 财政状况 环境的变化 而会有不同的内容 我们一般就称 这个是社会权的阶段性的本质 阶段性的本质 某些国家是第一个阶段 某些国家已经达到 可以提升到第二阶段 内容还有各阶段的变化 都必须要考量各种条件 状况还有优先的顺序 这个就是我们下面所要提的 保障社会权一定要了解到 阶段性发展的一个理论 谢谢徐老师刚就有关社会权的阶段性本质 那么做这个理论性的分析 可我们晓得就如刚刚徐老师所提到的 在去年那个所谓九合一的那个大选 那包含像在台中市 那去炒那个什么空污的问题 还有就是那个火力化电厂 那么要不要停止建设等等等这些 那事实上这个是跟环境有相关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以保障人民的一个干净的这一种 或者是良好的这个环境 那这个到底也算不算是社会权该保障的这个内涵 那这一点可不可以请徐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环境权 因此我们在谈到社会权保障的问题 可以举例来说明先进开发中国家跟发展中的国家 我们可以举环境权里面的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就是防止噪音使国民可以在安静平静的生活环境之下来过日子 我们可以来由这个角度 环境权保障的防止噪音安宁的生活环境是怎么保障 首先任何国家包括经济发展还在几步阶段的财政不健全的国家 要保障国民有安宁的生活环境 事实上都可以做第一步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保障 譬如防止噪音使国民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过日子 那马上可以制定法律禁止汽车 没有必要就不要啵啵啵这样制造噪音 夜间建筑公司建筑的工地还有工厂就要停止运作 免得骚扰到周围住民的安宁的休息的环境 这个都是属于任何国家都做得到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台湾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经济环境 但是我们马路旁边有铁钩盖或水泥盖 汽车压过去就空空制造噪音 我在20年前就已经常常提议 请民意代表或政府机关要注意 事实上很简单包括铁盖 你下面只要加一个塑胶的电板 那就可以汽车开过去就没有噪音 这个是很简单 一个塑胶垫没有多少钱 你在处理工程的时候 加上一个塑胶垫防止噪音 那这个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一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看不到 对于防止噪音产生 这样的一个做得到 清理做得到的一个 让国民有一个安宁生活的环境 第一阶段 初步的阶段 最起码的阶段 都没有开始做 那好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到了高度成长的第二阶段 那就会盖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车子开过去 就会产生噪音 会造成旁边的居民的骚扰 所以就会要求 该高速公路可以 但你必须要做隔音板 防音板 所以我们如果到先进国家 高速公路如果经过 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它的隔音设备 防音板都是三公尺高 甚至还弯向道路面 像隧道的面一样 让噪音根本就反弹回来 不会传到外面去 骚扰到居民的 安宁的生活环境 那这个国家经济情况 发展到这个程度 做得到 你既然可以 花那么多的经费 财政盖高速公路 那你附带的 做一个隔音板 不需要增加多少经费 你做得到 那你就要注意到 国民环境的权利 如果国家不做 居民甚至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判决 这个高速公路 是违反环境权的保障 那建设高速公路的政府 就必须要做防音板 这些都是国家发展到 某一个程度 第二个阶段就提升到 必须要加强 使安宁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 更落实的 第二个阶段的保障 那所以以下就是想要来请教徐老师 就是说 目前那么各先进国家 那对保障 譬如说环境安宁 或者是噪音的相关的问题 那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我记得徐老师 应该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有关那个大阪机场的那个诉讼 那个我大概还记得 就请求法院制止他夜间的一个飞行那个时间 那就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请徐老师 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像高度发展的先进国家 他们财政各方面的承担能力已经很强 所以居民因为有环境权的保障 所以他们就去法院提起诉讼 本来机场的噪音像刚刚提的例子 在日本的大阪 居民就说在市中心虽然交通方便 但是市中心的机场起降的时候 会骚扰到居民安静的生活环境 所以法院就判决晚上9点以后 飞机就不能起跳 那这样让大阪作为一个国际机场 很多时差外国飞来的飞机 到了9点以后不能起降 那就造成很多困扰 所以他就设法在大阪附近的一个海湾 在海湾的上面做一个在海湾中的一个机场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到大阪 就会降落起降的关系机场 他完全在海湾中 所以就不会影响周围的居民生活的环境 因为他有能力达到这样的程度 可以在海湾盖一个花费很高的成本的机场 像法国我们如果有机会去 法国的高速铁路 在经过人口的多的乡镇 他都会挖到幾乎是地下 他不是做山道 是挖到一个路面的中间像一个弯道一样 然后高速铁路中国 一方面从远远看去 还是很漂亮的一个农村地平线 但是一方面他也不会制造造造音 让附近经过的城镇的居民造成造音 所以这个都是先进国家 他有能力做到这个程度的保障 他就让我们刚刚讲阶段性的发展 从不可以按乱按乱 到做高速公路的防音设备 到把机场高速铁路都想办法防止制造造造音 让国民有安宁的生活环境 那这个就是环境全的阶段性的发展 因为每一个国家财政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 而有阶段性的不同的内容来保障 其他生活保护费 学习权 教育权的保障 国民劳工的最低工资 也都是依照阶段性的本质来调整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讨论保障社会权必须要了解到 每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这样国家才可以量入为初 根据财政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阶段性的保障 国民的社会基本权的环境权 国民也拥有可以立即享受的 现阶段的保障 还有可以逐渐因为经济发展 而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更高层次的保障 这个就是使社会权的保障 使不断的增强 不断的随着环境的变化 让人权的保障内容更完整的一个 阶段性的本质 谢谢许教授刚就有关社会权阶段性保障的 这个各国先进主要国家的做法 还有以其经济能力 那么做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质建设 那除了刚刚徐老师所提到的 那我也记得就是在那个 除了宪法这部分 那补充性的规范 国际人权公约的那个社会权公约里面 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公约 那社会经济文化公约里面呢 他那个第13条也有提到 高等教育要渐进无常 就是说可以有分阶段 那在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去签订这个公约 美国他是没有批准 那日本他是说高等教育他那个要免费 他还做不到 他就保留 可是呢中国他却是批准 所以其实有些国家他做不到 可是在那个国际人权公约里面 他有去批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有没有批准国际人权公约 有时候会跟那个国内的社会权的 那个保障未必会有 关联性这是题外话 那另外就是就我们台湾国内的问题 刚刚有跟徐老师请教过 我们在上一次所谓九合一的那个大选里面呢 那么地方选举特别是台中市 那么一直去炒说那个火力化电厂 是影响到我们台湾控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空气污染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离那个大陆这么近 那有些从中国的那个污染原因 也有啊 那所以像这种为了欺骗人民 那用选票等等等 那反核电或者是说反空污 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社会权是不是有相关的关联性 是不是可以请徐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选举中提出不能实现的政策政见 还是另外一回事 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竟然发展到 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要不要停建 发展厂要不要盖不可能的什么高速公路 种种 那这个就是恶用公民投票 明明财政做不到就像刚刚提的例子 中国明明做不到的事 他也敢签条约提准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啊 那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把人权保障当成儿戏 写在墙壁上的白纸黑纸一样 根本不落实来保障 所以有关空污的问题 发电的问题 高速交通的问题 都是国民党长期执政之下的产物 财政能力没有长期规划 而造成的后果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不去检讨 过去国民党执政所留下来的种种问题 那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跟整个国家的法律 要不要立法来做种种有关社会基本权的保障 这个跟地方选举无关 地方是不能做国会立法权的种种决定 所以你当选地方的县市首长 你有能力来执行另一个法律 要求政府机关去推动吗 不可能 因为这个是属于中央政府 国会的权限 地方选举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见 我当选市长 我就要怎么样 我就要怎么样 但事实上依法 你没有这个权限 这个都是违反民主政治的提本原则 更重要 这些人 政治人物 政党 如果真的要推动环境权的保障 那应该把宪法列入环境权的保障 更清楚的写好环境权应该保障什么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要来保障环境权 那刚刚也提到所有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空气污染的 种种风向一改变 他就飘向台湾来 那怎么样来防止中国的空气污染 过去日本为了防止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 曾经跟中国定要协助中国的工厂来装设 提供援助装设防止空气污染的设备 结果这些日本政府提供的资金投资 没有用到改善空污的设备 反而用到别的地方去 改医院或什么 所以让日本政府也很疼痛 日本政府甚至愿意隔海去提供中国来关心空气污染的问题 提供资金长期贷款免费的来援助 但是他却没有落实的去做 反而造成种种困扰 所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空气污染环境的污染 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一个地方选举竟然可以把这个问题炒成欺骗选民选票的一个工具 那实在是很奇怪的民主政治的运作 也没有学者专家站出来来说明地方选举应该做地方政府 地方首长有权力有权限做得到的范围 有关国家的城市 有关全球环境污染房子的问题 那是可以请选民去关心 但是不能作为政见 不能说我当选以后要怎么样 要处理空污的问题 那你做不到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是欺骗选票的一种民主选举的恶斗行为 谢谢徐老师 刚就有关社会权的阶段性任务 还有包含去提到我们 在前一次九合一大选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那如同刚徐老师所提到那阶段性的一个发展 那有些譬如说像有关那个除了噪音以外 那水污染等等 像在欧洲他们那个国际河川的那个 譬如你上游有污染 那其实下游就很难去防止 我觉得有些环境的问题 如果说是要扩充概念到这个社会权 这些必须是有国际协力的 当然在国际法上 就如我们刚刚讲 你中国的空气 你不能说把地球的空气 或叫地球停止转动 那这些台湾要怎么跟中国因应 或国际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台湾是比较 好像到目前的阶段 是没有去意识到这些相关的问题 那就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那徐老师可不可以再补充您的看法 就是像空物或等等 所以如果像欧洲跟 各国一样 它是临近的 所以在法国边境的一个工厂 如果有污染 那马上会飘向意大利 所以就会造成意大利居民的抗议 因此他们后来就发展成 现在欧盟 大家共同来注意整个欧洲的环境问题 但在亚洲 虽然我们台湾隔着台湾海峡 还好一点 但是也是受到威胁 像韩国 北韩当然不敢抗议中国的空气污染 或是北方的沙尘暴 没有防止整个沙漠地带 干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像日本也是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虽然努力的要提醒中国 但是中国北京政权为了发展经济 却完全把整个国家的财政 用到整个经济方面 而不注重发展经济 会造成工厂的空气污染 造成工气品质恶化 不只是影响中国人民的健康 也影响到周围国家的 种种环境的问题 那这个都是未来中国 必须要面对的 世界各国的指责跟抵制 谢谢徐老师 就有关社会权的阶段性发展 那么还有各种各阶段的一个做法 各先进国家 那跟台湾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 那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台湾一来 就是没有办法像欧洲 日本这样 以一个国际主体 那么在国际发生 那二来就是更可恶的 就是有时候在选举 还有这些政客在操作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线短学节目 虽然提到社会权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还是呼吁观众 如果一个不是真正的国际法上的国家 那你没有那个 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 那很多的这些权力 包含社会权 事实上是很难实现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各位观众分析到这边 那欢迎下周继续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谢谢各位 谢谢收看 中文字幕